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春哥 欢迎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为大家介绍一款 就是通过一个Gmail邮箱 频繁的进行去使用谷歌服务助手 它的三天免费使用邮箱器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在之前呢,谷歌服务助手 它可以使用10分钟的免费垃圾邮件地址 进行去频繁的注册 使用它的三天免费的注册 那么后来就谷歌服务助手 他把三天免费使用邮箱器 他策略改了一下 他把这种垃圾服务邮件10分钟的这种方式 进去给取消了 那么后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了一款 通过Gmail邮件地址 然后进行去频繁的注册使用 他们家的免费三天的服务 然后呢,有的朋友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进行去留言 说就是注册这种Gmail邮件的方式太麻烦了 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那种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去注册这种谷歌服务助手 然后让我们去长期的使用他这个三天的这种有效期 有效期呢 然后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这种 另外一种注册方式 这种注册方式呢,也是通过邮件的这种方式 是邻居注册的 但是目测呢 就是谷歌服务助手 目前还没有把这款这种邮件注册方式给评理掉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然后呢,再这个打开这种 这个免费邮件的这个官方地址呢 然后我们先用到一款 就是我之前在我的这个视频教程当中 讲过的一个肥肥微拼 这个Chrome浏览器 就这款 然后关于这款浏览器的介绍呢 然后我们先登录小张哥的YouTube频道 YouTube就看我-C-小张哥 就可以进入小张哥的YouTube频道 然后在这儿 去点击视频这个选项 直接点击这个捂着嘴的这个 捂嘴笑的这个小姑娘 点击这个视频 就是我之前介绍过这款浏览器的 一个教程 就这款浏览器呢 就是它默认集成了这个VPN的一个功能 就是在你电脑 就是说不具备任何就是VPN软件的话 这个工具的情况下 就是使用这一款浏览器 也可以进去客户上网 好了 那么其他呢 就是我废话不多说 我直接通过这款浏览器 然后打开我的这个 免费的这个注册邮件官网 然后 好了 就是我们现在就打开了这个免费邮件官网 然后在这个邮件官网呢 我们要使用之前分为两步 一步是要进行去教验 然后第二步才能得到它的一个邮件 就是邮件地址 第一步教验呢 就是为了防止那个机器机器人 频繁的您去攻击他们家的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直接点勾 然后它会弹出一个视频 视频当中呢 有这个 呃 有这个这个 呃 单词 或者是这种一串 单英文字母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输入就ok了 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塞了meet left right ok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直接就那获取它的认证了 然后我们get没有 进入第二步 ok 我们现在就获取得到了一个邮件地址 我们直接把这个邮件地址 然后粘贴一下 然后打开我们crown 我我我现在呢 默然就已经登录了这个服务助手 我直接退出 退出完成之后呢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读测 然后把我们的邮件地址 然后拋费在这儿 拋费在这儿 然后我们输入自己的密码 好了 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注册 然后发送激活邮件 然后发送激活邮件 然后打开我的这个服务地址 ok 我们看到谷歌服务助手 它已经把邮件地址发送 就是激活的这个方式已经发过来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幼儿地址 进行激活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获取到的这个3000的VIP免费试用 然后我的这个账号挺有激活了 然后我们直接就是刷新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VIP的有效期是到9月13号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账号已经被激活了 好了 那么我们直接上一下谷歌 ok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直接上一下Vimeo 试一下 ok 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可以 谷歌服务助手呢 完全可以支持就是观看Vimeo 还有那个Netflix 这种视频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看一下 oh yeah daddy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他的网速非常快啊 daddy you know I love you you're gonna prove that you love me ok 我们直接再上一下youtube 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 然后呢就是点击我的这个频道 找一个我最新录制的视频吧 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我之前介绍过的这款浏览器叫freevpchrome 看大家今天能够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他可以今天呢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上网 然后关于就是这个视频呢 然后介绍我会贴在就是这个视频的地址 我会贴在我本期的这个视频的这个 这个下方 然后大家可以可以去观看 我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呢 然后这款这个这个这个浏览器的这种插件 我可以就可以直接在给给它浏览上 直接进行下载 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顺便可以看一下它的速度 那么工具 这款工具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款 给他看到就是说 谷歌服务入手的默认播放1080p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是一个2k的冷卵器 那么完全没有问题 它自带可以上了 然后毫无压力 因为它是默认免费的嘛 所以就是说 好了就是具体的它的这个速度呢 然后我就 介绍在这里 然后 刚才我们使用了一款就是 就这个邮件地址 这些邮件地址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再刷新 还是这个邮件地址 然后我们比方说三天过期之后 然后它仍然显着这个地址 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进行去重新再注册一个新的呢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 这个 UIL地址 然后我们直接 删除到这 然后我们再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个插号 我们把这个插号点击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把它删掉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又回到了这个 重新注册 Dmail的这个 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直接还是继续 和刚才一样点击第一步 认证 点击第二步 get一个mail 又可以 获取到一个新的这个邮箱服务地址 然后我们就可以又又可以进行注册这个 谷歌服务度什么 好了那今天呢 我就 介绍这么多 如果大家 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就是加入这个小张哥视频下方的这个电报群 进行随时进去沟通 如果大家对小张哥的这个视频呢 比较喜欢 那么欢迎大家点击小张哥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 进行持续关注小张哥 那么小张哥呢 在 日后的这个 有最新的这个 视频教堂推出呢 会在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 那么谢谢大家观看